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硬科幻的设定就是 所有的故事情节 都是根据已知的科学知识 或者已知的科学理论 推演出来的 说白了 就是不是乱想象的 科幻作家不是总给我们 带来好消息的 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来看看 克拉克是怎么在想象里 让我们人类遭遇灭顶之灾的 地球末日三部曲 是三个独立的故事 但说的都是一件事 就是在未来人类要完蛋了 面对世界末日 人类做了各种努力 有的成功把地球给救了 有的没成功 还是老规矩 先来给你说说 为什么要听这套 地球末日三部曲 第一个理由来自作者 克拉克是世界第一流的 硬科幻小说家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克拉克简直就是一个先知 如果我们要评选一个 科幻小说家 预测未来的准确度的话 那克拉克是绝对的第一名 他在20世纪的50到70年代 可以说是完整的预言出了 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科技环境下的生活方式 你看他预言出了电子邮件 搜索引擎 预言出了笔记本电脑 包括预言了整个今天人类移动办公的工作场景 而且在很多太空题材的小说里面 他还完整的描写出了人类飞向外太空的很多细节和执行的流程 所以说克拉克是一个标准的预言大师 他预测的未来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那像这么一个人想象里的人类末日 是不是值得听一听 第二个理由呢 是关于世界末日的形式 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能想到的地球末日就是那么几种 什么核战争啊 外星人侵略啊 但是克拉克在这个系列里面 一共设定了三个层级的人类末日 而且这三个层级是一个升级的过程 分别是人类和自己的矛盾 人类和环境的矛盾 还有人类和未知的矛盾 我们也会按照这个顺序给你解读这三本书 在第一本书 也就是我们这个音频要说的地光里面 讲的是人类的内部矛盾 好 这个矛盾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毕竟是人类自己的事嘛 但在第二部遥远地球之歌里 讲的就是环境的突变 那这个毁灭就可怕多了 但是这本小说里的人类很厉害 做出了完美的应对 而在第三部最后一个地球人里面 人类要面对来自未知虚空的灾难 就是一种未知的力量要毁灭你 人类根本无从反抗 三本小说是三个人类挣扎反抗的故事 听的时候你能感受到的是 人类的顽强 听完之后你能感受到的是 宇宙的深邃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三部曲的第一部 地光 地光这本小说说的是 22世纪人类之间的一场星际内战 简单说呢 就是两伙人类为了抢东西 最后打起来了 我们这个音频会带着下面两个问题 来给你解读这本小说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22世纪的人类真的为了抢什么东西而爆发了战争 那最可能抢的是什么东西呢 小说里面是给了一个答案的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个答案是不是有道理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22世纪的人类之间打了一场星际战争 那这场战争会是个啥样子呢 或者说它应该不是啥样子呢 下边我们就进入第一小节 标题是 22世纪的人类抢什么 在电影《天下无贼》里面 葛优说了一句名言 叫21世纪最缺什么呀 人才呀 那我们要问了 22世纪的人类最缺什么呢 克拉克在这本小说里给的回答是金属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说的背景 在22世纪的时候 人类变成了一个横跨太阳系的星际文明 就是在八大行星上都有殖民地 当时的人类呢 就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叫地月联盟 就是地球和月球 他们俩是一伙的 另外一个叫行星联盟 就是水金火木土天王海王 他们所有加在一起是一个联盟 这两个联盟之间为了抢金属矿藏 两边动手了 行星联盟那边虽然占的地盘很大 你看占那么多行星 但是他们发现 这些占了的行星上边 几乎就没有什么金属矿产 反而是人类发家的地球和月亮上 金属矿产非常丰富 特别是在月亮的地表底下 人类发现了有厚度100公里的金属矿层 各种金属都有 那行星联盟那边因为缺金属啊 就遇到各种问题 像什么经济停滞啊 工业发展慢呢 本来呢 他们是想通过贸易来解决的 就是从地月联盟这边买一点金属 但是两边谈判也没谈成 最后崩了 只能动手打仗了 好 这就是克拉克想象里的22世纪的世界格局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克拉克的这个设定合理吗 首先两个观点 非常合理 就算我们用2017年的视角来看的话 如果22世纪一定要抢点什么资源的话 还真的可能是抢金属 好 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回顾一下人类的抢夺史 人类为了抢东西打过很多仗 抢的东西呢 很多啊 最开始是抢吃的 后来抢人头 后来抢领土 抢财富 到最后抢能源 后来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 人类就越来越发现 其实前边几样东西吧 根本就不用抢 大家只要抢最后一个就行了 也就是抢能源 这个是最高效的 因为只要你的科学够发达 有能源 那像什么吃的人口财富 就都好解决了 21世纪 所有人类以抢东西为目的的战争 基本上就只剩下抢能源了 而现在科学家预计 在21世纪 人类还是很有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的 解决的方案就是可控核聚变技术 只要是这个技术突破了呢 那像大海里啊 还有月球上 核燃料有的是 那你可能会说 嗯 那这不就好办了吗 那到22世纪 是不是人类就啥也不用抢了呢 这个还真不是 在现有的认知框架里面 人类接下来抢的东西 应该会是珍稀的金属元素 这是因为金属对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 同时又是一种严重限量供应的资源 给我们限贡的不是哪个国家 而是宇宙限贡 好 那这就涉及到宇宙生产元素的机制了 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 在元素周期表上 原子序号越靠后的那些元素就越稀有 因为宇宙把它们造出来也就越难 我们这个宇宙在刚出现的时候 是非常单调无聊的 当时就只有氢元素和氦元素 这两种 但我们知道 现在的地球上 一共有将近100种元素 这些都是宇宙在后来一点一点造出来的 而造这些元素的主要是恒星 恒星就是宇宙的炼金炉 恒星炼金炉生产出的产品有三种 我们可以管它叫便宜货 高级货和尖货 尖货就是最好的东西 像我们最熟悉的恒星太阳 它平时生产的就全是便宜货 太阳平时是干嘛的呢 它就是把两个原子序号是1的氢原子 给它合到一起 然后让它们变成一个原子序号是2的氦 就是平时太阳就只有这点本事 它生产出的氦元素就是宇宙里面典型的便宜货 有的是 但是在太阳生命的最后阶段 它会变成一颗红巨星 可以理解成太阳爆炸了 只有这个时候 太阳里面的温度和压力 才能生产一些高级货 这个时候呢 原子就能合成一些原子叙述更高的元素 比如说把6个氢原子和中子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原子核 就变成了原子序号是6的碳 或者把8个氢原子和中子合体 变成原子序号是8的氧原子 但是红巨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红巨星最多只能生产到原子叙述到26 也就是铁元素之后 它就不行了 27以后的元素 它的压力和温度都生产不了 所以说26以下的金属都叫高级货 只有质量是太阳1.44倍以上的恒星 才有资格生产尖火 因为它们才有资格发生二次爆炸 就像一个二踢脚一样 碰又炸一次 这个过程叫超新星爆发 超新星爆发提供的温度和压力 是宇宙生产原子序号是26以上的元素的主要方式 它们就是宇宙里的尖火 要合成出像金银这样的元素 需要至少报废掉一个八个质量太阳以上的恒星才行 所以说宇宙就是在用这么高昂的代价 制造排在后面的这些金属元素 可以说它们就是恒星的舌粒子 是这个宇宙最最稀缺的东西 好 这是金属的第一个特点 稀缺 而在另外一方面 在未来这些排位靠后的元素应该会越来越有用 好 为什么敢这么说 这是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里面看到的一个可能的规律 我们看原始人最开始都是和那些原子序号 特别靠钱的东西打交道 像水啊 石头啊 动物啊 组成这些东西的元素就很简单 无非就是碳氢 氧 氮 磷 还有硅 我们看这些元素的原子叙述基本都是在30以下的 这些元素也是人类和所有动物公用的元素 但后来人类这不就进步了吗 人类掌握了野铁技术 那我们就能大量使用像铜 铁 铝这些元素了 这些元素的原子量你看就在20到60之间 就是我们升级了 但是动物没升级 我们现在人类能造出汽车和飞机了 没有金属元素做不到吧 那我们再看 只有人类变得更厉害之后 我们才能用得上那些再往后排的元素 像制造原子弹的油元素和布元素 就是金字旁加一个不是的布 他们俩的原子序号分别是92和94 你看人类这不又升级了吗 已经将近100了 而到了21世纪 整个工业体系需要的原子序号100以后的元素就更多了 而到了今天呢 你就随便把元素周期表打开 你选一个原子叙述是100以上的 就是金字边加一个什么字 你都不会读的元素 你就上网搜索一下 你都会发现它一定在人类的工业里面是占一席之地的 甚至有可能会支撑一整个行业 同时它的价格一定不会太便宜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看整个人类的发展史 不就是一个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往上爬格子的过程吗 一个文明能利用的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越靠后 就说明这个文明的层级越高 那如果这个规律存在的话 那在人类未来科技进步的过程里面 对那些排在后面的金属元素的需求量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用八个字来总结贵金属 就是宇宙限共 人类有用 而我们这个段落提出的问题 答案就是 在22世纪 如果人类要因为抢东西而打架的话 那大概率上应该是抢珍贵的金属 小说里的设定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科学认知的 那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像原来你可能看到一个金字表加一个不认识的字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好像这东西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首先你知道它是超新星爆发产生的非常珍贵的交货 其次它在未来可能对人类非常重要 好那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段落 标题是22世纪的人类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说未来战争啥样之前 先来说说小说的情节 刚才我们说到人类未来分成了两伙 马上为了抢金属就要打仗了 但是这本小说的主要情节呢 还不是描写这场大仗 它主要是一个潜伏和反潜伏的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地月联盟这边的情报人员 他的任务是假装成一个工程师到月球基地上去找一个叛徒 然后整个小说就是发生在月球基地上的一个侦探小说吧 这里面介绍了很多人物和细节 咱们就不详细说了 反正最后呢 这个叛徒算是找到了 但是就在这个叛徒快找到的时候 在那边就是这俩联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也打完了 等于说这个情报工作没有起到什么太关键的作用 小说的最后结局很精彩 它描写了两个联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 下边我们就来重点说说这场战斗的细节 战斗发生的地点是在月球表面 地月联盟在月球表面造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炮台 为什么要建在这呢 因为这个炮台底下有一个整整100公里深的金属矿床 就各种金属都有 里边全是好东西 就是全太阳系最富最富的金属矿 所以行星联盟必须把这打下来 而地月联盟必须守住 我们来看进攻方 进攻方是行星联盟的三艘超级战舰 就是浑身都是炮的那种 防守方呢就是刚才说的超级炮台 战斗一开始两边就先用常规武器互相打了一下 但基本没啥用 就跟挠痒痒一样 最后地月联盟把大招放出来了 就是一种超级大炮 也是这本小说里最厉害的武器 小说的名字 地光也是从这来的 这个超级大炮刚发射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是一根从地面射到天空的大光柱呢 就像一个射向宇宙的探照灯一样 但这个光柱刚一碰到行星联盟的飞船 马上就把这个飞船的半拉身子给打掉了 原来这个看上去是光柱的东西 是从地面发射出来的一道液态金属棍 也就是熔熔态的高温金属液体 因为温度太高 所以看的不是黄的 而是白色的 而它的进攻方式呢 就是物理进攻 就有点像一根金箍棒吧 就一个几百米粗的大金属棍子在空中扫来扫去 扫到之处必然毁灭 所以很快就把星星联盟的战舰就全给打败了 所以战斗的结局是地月联盟赢了 打完这场仗之后 星星那边也就服了 说我打不过你 那咱们俩签条约吧 两边就在火星的叫火威一上签了一个条约 等于说呢 最后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这场人类的内部矛盾 太阳系又重回了和平 好 这就是整部小说的大概情节 那好 我们来看第二段落的标题 人类22世纪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呢 你可能会问说 这不小说里都描写了吗 你还说啥呀 好 在这我们得说 在我们今天看来 未来战争应该不会是像克拉克陛下这么打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 地光里写的这个战斗方式 几乎是人类未来战争的反例 那你可能会说 你这凭什么质疑大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本书是1955年写的 在这本书能找到的所有中文版本里 出版商都特意的淡化了写作时间 都只说是2013年出版的 这也好理解 因为如果读者听说这是1955年写的科幻小说 可能不就不买了吗 但如果不知道写作时间 其实对读者和克拉克都不太公平了 因为这就不是克拉克的局限性了 而是那个年代的局限性 而通过重新看这本书 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普通人的认知发生了多大的升级 为什么人类未来的战争应该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看小说里面写的这场战争的过程 可以总结成下面三个概念 第一叫由上而下的扩张 第二叫战位性胜利 第三叫关键性武器 咱们一哥哥说 先说由上而下的扩张 首先我们要说 这个小说的原始设定就不是很合理 至少是有很强的时代捞印吧 你看小说里 发动战争的行星联盟这边 它的领地是包括什么金星土星 就一堆行星 它是因为发现 这些行星上的工厂没有金属用了 然后发动战争来抢金属 那听到这儿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设定有点不合理 就是在今天看来 怎么会有个国家 都已经在那么多行星上都建立了基地 然后回头发现 哦 原来这些地方没有金属 然后被迫打仗去抢金属 为了维持这么大一个领土呢 如果你也觉得这事听上去有点不对 那说明你的思维模式是比较21世纪的 小说里边描写的整个战争的动机 就是先在上面设定一个什么目标 然后再考虑怎么落实这么一个扩张过程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由上而下的扩张 那克拉克为什么会设定出这么一个框架呢 这个可能就是时代的问题 当时的人还可能真的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们看小说是1955年写的 咱们往前推十年 人类当时刚打完二战 那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发动二战的国家 不都是刚才这种由上而下的思维模式吗 你看德国是什么优秀人种 要占更多的地盘 日本呢是什么建大东亚工农圈 这不都是先把自己撑得很大 然后回头再靠战争和抢资源 来支撑自己这个虚胖的身体吗 这和小说的设定一模一样啊 好这是往前看 咱们再往后看十年 看到1965年 那世界上也不缺这么考虑问题的国家啊 当时整个苏联代表的阵营 就是这么一个从上而下考虑问题的方式啊 而且当时这种思维模式 在很多人呢还是挺有市场的 如果是一个活在当时的人 可能还真是看不太清 哪边能走得更远 克拉克当时写低光的时候 也就30多岁 而且他这个人也比较喜欢理想先行的东西 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就不知不觉的设计了这么一个 由上而下做事的行星联盟 但是如果用2017年的视角 去看太阳系殖民这件事 应该不是这么一个先把步子迈出去 然后再回头来填坑的过程 我们现在处理的一定会更渐进 更灵活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一个行星 哦发现有我们必须要的矿产了 那人类今天的做法应该就是 让市场上的资本和人才自然的流入这个行星呗 然后如果这个矿采完了 那资本和人才就离开这呗 干嘛非得为了死撑一个国家 然后跟别人去打仗呢 我们现在看伊隆马斯克的殖民火星计划 也是因为火星旅行有了商业价值啊 而商业行为完全就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行为模式啊 好这是克拉克小说里面跟现在的观念不相符的第一点 从今天人们的思维模式出发 我们应该不会用这种由上而下的扩张来占领宇宙了 所以克拉克描写的这场战争恐怕没有必然存在的基础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战位性胜利 我们知道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战位性病变 就是占了位置那两个字 我们就借用这个词来总结人类的战争史 在20世纪之前 人类几乎所有战争都是战位性胜利 就是我在物理的概念上 把你的比如说首都给站住了 或者把你的一个要塞给站住了 那对不起我赢了你败了 那为什么战位性胜利这么重要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 人类都还是一个比较重资产的社会架构 当时人类的财富还有政府机构人才 基本都是集中在首都的 比如说刘邦把咸阳给打下来了 那秦朝就完蛋了 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把军事坦丁堡给打下来了 那东罗马帝国就完蛋了 因为首都一丢 可能整个帝国的主要财富和财产 就都换住人了 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人类打来打去 打了几千年都是二维化战争 说白了就是没有飞机 没有导弹的战争 就大家都是在地图上推来推去 那二维化战争地形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的军队要遇到一座山 或者遇到一个悬崖 那就真是过不去 这就让要塞变得非常重要 经常就能出现一个要塞守住了 就能守住一个国家 而要塞一丢就要丢一个国家 像山海关一丢 中原就要丢 铜关一丢 关中就要丢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让人类的战争一直到二战的后期 战位性胜利还是绝对的主流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 克拉克写的这个故事 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位性胜负大战吗 一边拼命攻 一边拼命守 而且用的还是人类世界军事史上一个特别经典的概念 叫战舰队要塞 人类历史上打过很多战舰队要塞的战斗 一般来说战舰是打不过要塞的 小说的情节也把这个结局给我们重演了一遍 好 这是小说里的设定 那我们站在今天的认知来看 22世纪的战争会是一个战位性胜利来决定的吗 这个应该不是 首先现在人类不是一个重资产的社会了 打个比方你现在把假设旧金山给打下来了 那苹果和Google就属于你了吗 这个不会啊 现在人类的资产是线上的 轻资产的和分布式的 占领具体的城市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了 而第二点呢 是人类现在基本上告别二维化战争了 像什么飞机导弹空降 这不都是三维的打击吗 更何况我们看小说里面描写的这个战斗场景 是在宇宙里啊 那宇宙是一个完全的三维空间啊 这个怎么会有人固守一个关口呢 哦 你地月联盟现在死守一个堡垒是吧 那太好了 借用一个电影台词说 就是我有九种办法弄死你 反正我肯定不会傻到去正面强攻你的堡垒 所以说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敌人的要塞 然后取得战位性胜利 这个是一个比较过时的战争手段 好 这是克拉克时代局限性的第二点 下边我们来看第三点 关键性武器 我们回头看一下小说的结局 最后描写的一场大战吧 几乎全程就是地月联盟的这个金属大炮的表演 对方就是一点手也没还上 这里吧就透露一个典型的思维模式 叫关键性武器 这个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超级武器决定论 那我们看1955年的世界 不也有一种超级武器吗 原子弹呢 在1955年 当时全世界有三个国家有核武器 美国 苏联和英国 所以在克拉克的想象里面 他也给22世纪的地月联盟这边设定了一种 一战定乾坤的超级武器 他就能决定整个太阳系的格局 那这个设定跟我们今天的认知也不太一样 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 哪个国家还靠超级武器称霸全球呢 现在人类的武器越来越倾向于 维持一个相互的平衡就可以了 因为人类发现财富根本就不是靠抢出来的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能创造财富的 是一个健康的能够持续生产财富的关系网 举个例子 像珠三角附近的产业链配套网 他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体系啊 而像一个国家是不是强盛 就再也不是有一种什么大炮 然后有一场战役一次性决定的了 国家之间的博弈现在均摊在各种各样的参数里边 所以说小说里边描写的 两个阵营找一个地方 然后打一次会战 一翻一瞪眼就决定胜负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存在了 22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 应该会变得更隐蔽 更常态化 更虚拟化 国家之间的较劲 应该已经打薄到一切交易和一切接触的过程里面了 像经济 金融 债务 每一个过程都在决定这两个国家的强和弱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克拉克描写的战争恰恰是22世纪战争最不会出现的样子 不会是因为一个由上而下的扩张 然后引发一个战位性争夺 最后有一方凭借关键性武器把对方打败了 虽然克拉克是一个科幻大师 但是我们还是得说 他预测的未来也不一定全对 那想明白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 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还有我们身边 不还有好多人在用小说里的这种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吗 还有人总是认为我们要自上而下的变成什么什么 或者占领哪里哪里 还有人说什么 谁谁谁这么嚣张 看我们的军队推过去把他首都给占了 或者用什么什么武器给他直接炸成一片焦土 这种声音你肯定听过 那现在在你听完地光这本小说之后 你要告诉他们 哎哥们过时了过时了 你这个是1955年的思维模式 好那说到这地光这本书就跟你说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22世纪什么最贵 小说给的答案是金属 这个预测很有可能是准确的 22世纪的人类内战怎么打呢 小说里面给出的答案可能有偏差 22世纪的人类战争应该更虚拟化 更隐蔽 更常态化 甚至战争都有可能消失了 国家之间的强弱转换 应该打包到日常的交往里面了 好 这就是我们对地球末日三部曲的第一本 地光的解读 听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 嗯 你这个后半段怎么好像在给大师找茬呢 其实这个真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这个音频恰恰希望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借着这本书来提醒我们自己 提醒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每个现代人的一些对世界的看法 在未来有可能是多么的局限 因为就算是像克拉克这样的大师 世界公认的先知 他都被牢牢的锁在一个年代的认知的墙壁里面 那像我们今天这些普通人对世界的看法 是不是更可能也被锁在一个21世纪的思维的牢笼里面呢 你看这个就是重读经典的作用 它让我们更看清 我们是怎么一步步从过去进步过来的